大家好 結束所過的日子很久沒和大家見面 謝謝你 我也很久沒和大家見面 大家好 不如先分享體育方面的消息 過去我們看到英超在36輪比賽中 隨著修咸頓主場不敵富咸 所以已經提前兩輪宣佈降班 去到過去周末37輪比賽中 隨著阿仙奴竟然1比0 爆了大眼輸給主場的洛定咸森林 所以幫助曼城取得英超的冠軍 森林亦透過這3分成功互給成功 既然互給成功 一定要講一下降班方面的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就是 只有兩個降班的席位都是 愛華頓 李斯特成和列斯聯 就隨便兩隊 更加猜不到的就是 列斯聯在作下韋斯咸的時候 在領先1比0之下 倒輸給韋斯咸3比1 至於下面的次級聯賽英冠 接下來是高雲地利和 高雲地利 高雲地利 以及盧頓會打附加載的決賽 哪隊贏了會上英超 原來這兩隊曾經是沒踢過英超的 高雲地利踢過的 高雲地利踢過的 踢過的 高雲地利有杜布連 下跡等等 摩洛哥國的下跡 很好的技術 如果盧頓升到班的話 將會是一隊新面孔升上英銷 德甲國度 也有一個好消息聽到 多蒙特如果現在殺科戰 贏到勉恩斯 就會成功奪得今屆的德甲 打破了 拜尔莫尼克長期以來的壟斷 再說本地的足球 愛了結智就成功三本王 5月7號很驚險 和李文2比2打成平手 用2分的優勢壓過李文 成功再次奪取聯賽冠軍 6日後 5月13號 7比1大勝流浪 再拿了足球盃 連賣年頭 在12碼 高級中籠馬決賽12碼贏東方 三冠王 當然還有一件事很驚喜 要恭喜西藍區 因為 自從1213升上舊制的 頂級聯賽 甲組聯賽之後 雖然中間他們是 第一季廣超 1415年 沒有參加廣超 然後在1516年 再升班上來 頂級聯賽的廣超 都沒試過拿過一個 頂級賽事的冠軍 終於 他們做到了 贏到青鷹杯冠軍 2比0打贏了李文 哇 史蒂芬帆尼南的罰球 哇 真是一夜彎進去 很厲害 我家也叫了出來 看直播 恭喜南區 好 威仁 聽我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補充 昨晚劉卡蘇 取歐聯席位 李斯達成取得1分 比沒有 最後一輪 應該還有變數 現在 全城 很多人在 多2分的愛華頓 在17位 因為他們覺得 對著無辱無求的 班尼茅夫 多數都贏了 不過世事無絕對 班尼茅夫自從下半季 有美國的老闆 入了主宗 似乎有 一定的 精神面貌 即是 季初輸給李物浦0.9 你個個看眼 過眼 但其實又不是 現在 上岸了 看他的戰意 怎麼 覺得 因為愛華頓 跟班尼茅夫 殺到難非難解 至於 關於足球 有些 分享 分析 專題的東西 我們 廢甲信先生 就會很快再次 跟大家見面 一個全新的面貌 敬請期待 交給傑少 說回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 其實 相對於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其實 COLA 我很喜歡COLA 今年 新年1月1日 切叉頒唱典禮 原本 很驚喜 八個人出席 一起獲獎 然後3月 中環參加了一個音樂會 直到5月7日 ViuTV的超級推介榜 就不見了蘇晴的影子 成員都說 沒事的 他病了 誰知道 那天 我上班的時候 看到一件令人 令我感到很震驚的事情 就說 對外公佈 蘇晴 在5月10日向對外公佈 就說 沒退出 那時候 開工 都頓時間 晴天逼力 都不知道 怎麼解決 很好 回到家 再看看自己的追星牆 看到蘇晴的影子 都覺得 好像 硬實實想哭 總之 看到蘇晴相關的事情 都會有一種 很傷感的感覺 其實 三點鐘 還要 其他七個人 出來開記者會 他們 都會說 表明了 將會用七個人的 團體活動 再繼續 活動 而且 說明不會增加任何的成員 其實 發生了這件事 都 令人感到很意外 其實 坦白說 我覺得 師兄也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因為自從 在鴻灰事件之後 阿莫出事了 其實 她也是 連回每天 都會去到醫院 去探望阿莫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令人最尊敬 因為這件事 你瘦了不少 阿莫出事了 真的有下手下腳照顧 在阿莫的爸爸 得知很多這種狀況 阿莫 惡迷也大讚她是一個好女友 不過 要留意的地方 究竟 他 只要稍微 忙一點 不要那麼悉心照顧 阿莫 是不是代表他不好人 我們要小心陷入 這種看法當中 我們現在是有自己的看法 覺得他很幫阿莫 很用心用力 還難見真情 但是未來 我的意見就是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的感情 這個狀況 希望他們 當然是最終開發結果 但是 如果在他們 有什麼波伏之下 千萬不要 胡亂 去做一些的批評 我們不是局內人 有時候未必清楚 整件事 背後 究竟我們是 什麼原因 但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到的 鬍情 就是有情有義 然後 整個旅程中 總會有 一間公司 但公司 他們那裡 其實會不會 做了一些 很不好 叫得的行為 就是 懶處理 他們好像 我個人的意見 好像沒什麼 為這個舞蹈員 提供最大的幫助 不只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演唱會那件事之後 剩下的比賽 的場次 都取消了 然後 MIRROR 都消失了 在公眾 一段 然後 又 又 出 回來 推在公眾的面前 再補充 聽說 在明年一月 他們又開多次演唱會 其實會不會 電視台的做法不適當呢 就是 視他們12個 是一個謠前書 寧願賺錢 都好像忽略了 原來背後 一個有分出力的人 受了傷 變成 做法不適當呢 嗯 這樣看 因為 這些做法 不會 一定不是 好的方法 就是 不是一些最好的方法 那麼 要留意的是 覺得 現在這個 這個電視台 這個 集團 就是 他 反正是 替他們 有個可惜的位 替他們有個可惜的位 就是 因為 MIRROR CORROR 人氣都相當高的情況下 他們得到個迴響 可能得到個實利 就是 那個實際的商業利益 如果一切都 尋找很正常的做法 很恰當 跟足的程序 去進行 我覺得 他們這個 利潤 和他們的名聲 地位比現在一定高得到 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 這些事件背後 其實 有一樣的情況 就不太值得鼓勵 例如 有N那麼多段片 好像數以千計 關於 類似 匯朝防禦 全民造星的大賽 剪片也剪到手軟 有很多彩排 時間很緊迫 這些情況下 那些人體力的極限 是否 要顧得到的質素和安全 這件事 真的要有關 有關方面 要衡量 這件事 要做好作品 都要兼顧 工作人員 和當紅的偶像 自己 都不當紅 都要顧及 他們的身份 身體的狀況 這個 這個 你說 有沒有為他們提供 很大的協助 我們 很難有沒有深入 知道那個協助 到不到位 他說多少錢 是不是算是恰當 我們始終沒有裡面的文件 我們知道都是憑自己的新聞 很表面的知道 這樣 那第三件事都會說 實際會議 既然在蘇城推斷 然後就開了突發的記者 很記得那天 就是三點鐘 我就 拿了電話出來 看了一層直播 然後就收回他 繼續做事 但是 我見到那個情境就是 經理人阿Wing 趕完幾句開場白之後 就請 七個女團 繼續向公眾發言 其實 會不會變成一個 不恰當的做法 其實 退了團 是否應該是請一些 比較高層的人 去出來 交代回事 而不是 推他們七個成員出去 那會變成 令他們 可能 好像被人的感覺 臨時臨急 被人叫回公司 有事 怎知 可能沒有準備之下 就會說 可能 對答 上面 就有些 不太懂得 隨機應變 可能又會 不小心 怕不怕答錯了 問題 對 這件事 最好是 高層架架話 就是 這些事件 因為 譬如說 七個女成員 你對記者 他們的思緒一定很複雜 我以這個角度來出發 即是覺得他們將心比心 他們 他們這些事 譬如說 原來 身離死別 你有機會 看 Moe的女朋友 原來 一個 三十歲未到年紀 就要 面對這些事 其實是很接近的 可以再深入一點看 深入一點看 其他的成員 和蘇晴的交情 都很深刻 相信都很深 你交情 深起來的 只是一個感同身受的感覺 你都相信是很強烈的 所以 你說周不周 周不周長 我也是那句 就是 這個 高層 就會在 他們七個 那個角度 去考慮 感同身受 將心比心去想 去處理這件事 會比較好 最後 總結一下 未來日子也不知道會怎樣 其實我們最近都可以看到 那個師兄就說 開了一個跳舞班 他會不會從此做一個平凡人 去退職工作的事先呢 會不會作用第二個方式 去回歸和Color一起活動呢 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最重要的都是 師兄要繼續加油 阿Mo 那就是 無論如何都要尊重 蘇晴的決定 希望那麼多位公眾 不要做一些模擬的猜測 甚至乎 一些娛樂雜誌社 不要 三安白做一些新聞 帶風向 所以這陣子我都會不想聽他們的作品 可能聽到師兄八聲就會有點傷感 是的 有一點補充他 對呀 總之如果你說 不想他們擔心 自己照那個 一個作息 自己都 可能作為粉絲 可以選擇不聽他的歌 沉澱一陣子 之後 都正正常常 治好生活 做好他 恢復回 再聽他的歌 可能有新的體會 體會也不一定 是的 有新的體會